各位同学好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重点概念 那对于一些比较细心的同学 可能会需要知道这个概念 你才会觉得整个物理的概念是连贯的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讲解 好 这里有一个棒子 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棒子呢 施予一个力矩 让它开始转动 比如说我们在左边这里给它一个力 F1 然后同时在右边这里也给它一个力 叫F2 那想必这个棒子就会开始转动 那我们假如这个棒子总共的长度叫做 珠 这样子 那我们先随便选一个点作为支点 随便选一个点叫O好了 那O到这个F2的距离呢 我们就叫它X2 我们换个颜色可能会比较好区分 O到F2这个施力点的距离呢 我们就叫它F2 然后 然后 以此类推O到F1的施力点 这个距离呢 我们就叫它X1 这样子 以O为参考点 那它的合力举呢 那它的合力举呢 就会是X1乘上F1造成一个顺时针的力举 然后 X2乘上F2 这也是顺时针 所以合力举的量值 就加起来 就是F X1加F1 再加X2乘F2 X1乘F1加X2乘F2 那接下来就是重点 那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如果 如果今天呢 F1和F2是一样大 F1如果和F2的大小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们两个都叫做F 那刚刚的合力举呢 就会变成 X1F加X2F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F提出来 变成X1加X2F 这样子 那其实X1加X2 不就是我们的总共的长度珠吗 所以 这个时候合力举就会是 珠F 那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 意义是说 与欧点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是无关的 与欧点的位置选取无关 那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说我们之后 只要再处理这种合力为0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把 支点随便设定 为什么会讲到合力为0 因为 如果 F1的大小等F2 那他们今天刚好又是相反的方向 那不就是合力为0吗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合力为0 所以这样就证明了我们标题所写的 合力为0的时候 合力举 它的大小 跟欧点的位置是无关的 也就是说参考点 可任意选择 这样的话对一些 喜欢思考的同学 他才可以接受说 为什么我们之后的题目 在算例举的时候 参考点都可以 随便选 那就是因为 当它是合力为0 禁止不动的时候 参考点可以任意选择 因为你任意选择参考点 并不会去影响到 总例举 但如果合力不为0的话 那参考点就不能任意选择 参考点的不同 如果在合力不为0的情况 参考点的选择 将会影响你的合力举 好那这个 其实 如果两个力量 然后作用在 一个物体造成一个例举 这两个力的合力为0 单纯只有力举 而没有 合力为0 而合力举不为0 这种情况呢 我们称 有一个专有名称 叫做 力偶 就是两个力就是偶数嘛 然后这两个力一样大 但是造成了一个力举 就叫做力偶 那像是 你如果看到一些开关 比如说水龙头的开关啊 或是什么 一些用转的方式来打开的开关 它都会是长这样 或是像方向盘 它会长成类似这样子 然后让你去左右两边一起推 或是说方向盘 这样让你左右两边一起推 这种都是属于VIO